今天我們看到這波金融科技的發展 感覺起來第一波會受到衝擊的 最明顯的當然就是金融業 像銀行那樣子 不過您自己感覺起來 在台灣目前的銀行業 針對這波浪潮襲來 他們跟進的速度大概怎麼樣 因為其實在台灣 金管是滿嚴格的 台灣的這麼多大大小小的銀行 當然他們很久以前就感受到 他們的危機 是 所以也想做一些新的突破 當然金融是安全 無風險是很重要的 可是這個是 在演進 在進化跟保守之間 一定要取得一個平衡點 所以對於我們這樣的業者 通常跟大家是有點進和的關係 既競爭又合作 他們透過原來法令的力量 來讓我們這些所謂的科技業者 不要太快 所以在這個部分來去看一下金融科技 它會不會也是一種隱憂 我們這個行業叫PCI DSS 就Payment Card Industry Data Security 的Stand-off 就PCI DSS 你要經過這個規範 也就是說 當你的伺服器 服務器被入侵的時候 拿不到完整的資料 所以這個就是在各自上的安全的保護 所以行各業都有這樣的一些被要求 很多人現在在講一些比較新創的一些科技 或是產業 都會覺得 其實往東南亞的方向去發展是還不錯 不要一股腦都是只往西進 只前進中國 您的看法呢 我們大概5年前就前進東南亞 馬來西亞跟印尼市場 後來我們就慢慢地又退回來了 原因是因為它比我們更安逸 天生天養 資源很多 所以當你一個新的科技進去的時候 新的市場進去的時候 你可以期待它未來會發生 你的市佔率沒有問題 可是現階段要做比較慢 當然你如果說以西進的方式 你丟進去它就立刻有反應 所以就要觀看你企業的策略 中國大陸它在支付上面 是全球之關 我覺得 但是如果說就好像 我們剛剛那個燈泡一樣 我們是塑造支付的情境 支付別人做 沒關係 所以在對岸 他們支付做得很蓬勃發展 但是台灣的優勢就是 你去塑造情境 那你的獲利或者是你的創造性 可能比支付還來得快 我們一樣在今天節目的尾聲 想要請執行長跟我們觀眾朋友 還有跟我們節目分享 你帶來的一句話 OK 我帶來的這句話就是 用科技來變革金融 用聲音來創造情境 那麼科技來變革金融 它不是未來 它已經是現在了 而且會越來越加劇 今天非常謝謝陳古鋒執行長 來到節目當中跟大家做很多分享 今天我們真的來感受一下 現在是2016年的年初 說不定到了年中的時候 大家就非常深切會感受到 這股金融科技的浪潮 是怎麼樣在改變 所有人的生活習慣 我是夏佳露 TVBS作為提供創新翻轉觀念的內容平台 在今天題觀點的節目內容 希望你會喜歡 我們下周同一時間再會 今天時間回到 就ед次不見了 到後來 我們下周到大家 我們下周到 我們下周到 來吧 我們下周到 我們下周到